Hello 今次我去了關西旅行 買了好多東西回來 我急不及待地想和大家分享 現在我們就來看雜物吧 今次這個旅程真的買了好多雜物的物件 例如入Daiso買了一大堆和家裡有關係的東西 然後買了書呀 手機殼呀 袋呀 每次來到日本一定要買Tutu Anna的物件 因為真的很漂亮 一千英就有三對 所以今次我買了三對好可愛的物件 之後呢 還有媽媽買了草帽 日本人真的很喜歡草帽 所以夏天一定要買啦 如果你是Minions的粉絲 你一定知道日本環球影城開了一個Minions的園區啦 裡面還有一間炮谷店 特地買Minions桶的炮谷呀 這個炮谷桶呢 雖然就貴了些 但是真的很漂亮呀 這裡還可以加電 然後之後它會發聲說話的 去到那裡一定要買一個 好像我這樣 去買店買了公仔 而這邊這隻呢 就是在Pokemon專門店買的鎖匙扣 在衣配系列裡面真的很可愛呀 對於我這些沒有耳洞的女生來講 日本的飾品真的幫了我呀 因為他們很多飾品都有夾環款的 所以沒有耳洞都沒問題呀 還有去到京都感市場 一定要買一張七味粉呀 用來煮菜很好呀 到了Daiso的產品 Daiso很多都是100日圓的 所以買了很多雜筆的雜物呀 從製作指甲呀 清潔家企呀 掛勾呀 煮飯的用具 到洗面用具 還有儲物盒都買了呀 真的很多東西 當中值得介紹是這個 用來洗化妝庫的專用洗潔精 真的很好用呀 一定要買 我去日本一定買一本D視雜誌 有阿拉斯封面的 看看有什麼電視看 還會買時裝雜誌 而覺得就買幾本呀 還有哈里波特迷記住去到環球影城 要搜羅自己的魔法帳王 我都很快買了一支呀 如果去到京都一定要看SoSo的店 它最有名是這個pattern 之後呢有很多布藝 這個是袋來的 近期學著日文 所以買了一本貴族偵探的書 和朝蘇呀 全部都是日文來的 盼望有一天可以讀到啦 其實我中學的時候 在中文就讀過中文版的朝蘇的啦 所以這次呢 可以中日對照地讀啦 真的很開心很激動呀 那我就很快手地 粗略介紹了我買的所有物件啦 我們之後關西的vlog見啦 拜拜